现时很多人都会淘宝淘家师 但潮流流復古 古董家师摆设一直都有大批粉丝 今天我们就穿梭时空 去大湾区里面 看一个占地超过3万呎的大型古董仓库尋堡 古董仓库西洋记 位于港州市方村的一个厂房里面 仓库存放超过3万多件老板 从欧洲拍卖会和二手市集上收回的旧物和古董 仓库分离两层 一楼是超大的古董小摆件专场 钟标 古董相机 台灯 餐具 公仔摆件 挂画等各式各样的西洋老物件 二楼就是餐桌 吊灯 钢琴 厨柜 厨柜 沙发等的大件家师 真是想得出的旧物 分分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古董仓的设计风格是简约的工业风 灰色墙壁和暖黄色的灯光 配合着仓库内不同风格的西洋古董 在中国上世纪工业时代特色的废旧厂房里面 竟然有这种强烈的欧洲怀旧风 那层混味真是非言语能够形容 混合到连那些不太懂古董的游客都过来拍照打卡 小编就觉得在西洋记就好像打开了多拉A梦的徐尔门 既有穿梭时空的感觉 每一件古董旧物都有各自的历史和故事一样 喜欢古董旧物的一定会感觉走入宝山一样 看到这里 如果还想知道多些港洲有什么好玩的话 先来订阅我们吧 走完西洋记 巡礼都要依依五藏廟 有地胆推荐去附近的老爬粤菜餐厅 河香居 餐厅在石维棠铁路旁边 在路鬼旁边吃晚餐 都算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话说很多食客在进餐厅之前 都会先在路鬼上打卡拍照 这条充满復古味的路鬼 就连Jam 邓子奇都来这里取景拍他单行的轨道的MV 餐厅里面有一个超大的荷花池 餐厅的名字就是这样而来的 餐厅开业超过20年 都算是方村人的集体美食回忆 最经典的菜式一定是招牌菜 富贵茶黄骨 大大的沙窝里面放满了控干茶叶 沿着锅边带放的排骨被烟熏茶叶的香气所笼罩 一口咬下去肉香风营之余 还有满满的龙猎茶叶香气 现在说到流口水 其他的菜式 例如每日凉汤 紫酥竹腸 还有店家自制的叉烧包 都同样抵食够大件 味道相当好 小编肯定都会再来光顺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 大家按下铃铛 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出新片 记得赞我们